來我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叫Focus Guide 那麼我問一下各位平常各位做簡報都要怎麼做 就是微軟的那一個而已對不對 對啊 橘色的才是橘色的 管它是哪一種顏色的 就是電腦給我們用手就是用手 可是其實做動畫方式不見得就是做簡報不見得只能用那裡 用手機啊 用手機也可以做簡報對啊可以啊 但是稍微麻煩一點 對啊那你看大家平常主要都是用PowerPoint對不對 另外呢其實你們可能應該有同學是用蘋果咬一口的那一種嗎 蘋果被咬一口之後就是Mac的啊 這很誇張欸 蛤是不是就是Mac的 對 Mac上面也有一個叫Keynote 那另外還有叫Prazi這個其實也不錯 還有微軟你有一個叫Sway喔 你們知道嗎 像老師有介紹過齁那很好啊 你看你們知道很多種 所以簡報不見得只有什麼PowerPoint 所以其實你可以有很多不一樣 那我們這個呢Focus Guide跟Prazi它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什麼 以新制度為概念的 以新制度為概念去發發展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你看我的簡報有沒有很大一張 有喔 你可以像這樣去蹲運蹲到都沒關係的 有沒有可以移動 可以像這樣移動齁那所以它比較不同 就好像我有一張很大的紙 你可以在上面怎麼樣 畫畫 隨便你你要畫畫 你要插入圖片要做動畫都可以 喔都是可以的 甚至你還可以輸出影片 那等一下呢我們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它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你看上面我可不可以做GIF的動畫 這個啊 可以 可以的對不對 好像GIF一樣齁 那這裡我們再往下走 它有兩個版本 好有兩個版本齁 那各位你們現在下載的 等一下你把它安裝起來之後呢 這個是老師先給你所謂的國際版的 就是一般的 蛤 這裡 我們剛剛下載是這個 那它呢 國際版的 這一個版本 再來呢大陸也有一個 好大陸有一個簡體版 不過呢這兩個都一樣 就是都可以變成我們 所謂的反體中文或正體中文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你看不懂 好不用擔心看不懂 因為它的授權方案不一樣 因為它兩個都有免費的帳號 但是呢也有什麼 也有付費的帳號 好也有付費帳號 好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給各位說明一下說 這兩個版本到底主要差在哪裡齁 好 好那你往下走 我們先看一下 現在台灣用這個的還不是那麼多 所以就好像各位一樣 你今天可能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方式做動畫對不對 對 好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待會呢 你要註冊很簡單 直接打入你的信箱跟什麼密碼就好了 你們沒有信箱嗎 沒有沒有 曾經有過他的密碼我忘記了 你怎麼知道我有準備這種東西 如果萬一你沒有信箱怎麼辦 那要幫我們用一個嗎 可以啊 你要產生多少個都沒問題 好啊 那我要12367來找個信箱 那當然就不能自己挑啦 來來來 開玩笑 好愛好愛 你們都不知道沒有信箱怎麼辦對不對 可以啊 很多 欸你看你有沒有很多的服務都需要你註冊 對啊 那你沒有信箱 那你那些服務要用怎麼辦 亂打他會去啟用嘛 啟用那個啊 那個曬的話就可以隨便亂打 什麼的裝備 記得 一個關鍵字好嗎 好 好 來 好 拋 信箱也可拋好嗎 你以為只有引擎眼鏡可拋嗎 日拋 月拋 隨便你 我平常是比較喜歡十分鐘就拋的 這樣了解嗎 但是有很多他有提供什麼 比如說 你要指定我要用幾天甚至幾個月 也有那一種的 好時間到就怎麼樣自動銷毀 點進去來 其實我們這個Focus Guide他是不會去 去怎麼樣 去檢查你的信箱正不正確啦 當然也可以啊 但是如果你認真的 你在這邊 你看進來有沒有一個臨時信箱 所以馬上就有了 對不對 好 那你就不要跑掉 不要把這個網頁關掉 你在下面有沒有看到有收件夾 直接在裡面收發信件就好了 好 這樣有了解的齁 好 那請問你 萬一 超過十分鐘 還沒有收到他們家的信怎麼辦 他叫再用一個 再用一個 不用啦 你叫神啊再給我十分鐘 等等 呵呵 這樣了解 好 好不好 所以你先把我們軟體安裝起來 你剛剛下載的那個呢 它是一個壓縮檔 你把它解壓縮一下 解壓縮一下 會看到這個檔案 在這裡 這樣有沒有看清楚 有 你把它解壓縮一下 會看到它 好 那你就直接安裝起來 安裝軟體通常應該是 不用我教對不對 嘿 我教的話你就會覺得我囉嗦了 所以請你吧 請你開箱